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作为我们这里的企业或者民企的话 第一条途径选择的或者想到的就是起诉 起诉 又到法院去 去保护自己的权利 我听到的就是没有有其他的途径解决 调研中杨松代表发现 完善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 需要多途径多层次的处理企业的商市纠纷 保护企业的主体合法权益 辽宁的法院 检察院 包括二旬 省法院 什么一些法院 我都走了 走了之后我就发现 其实对于辽宁来说 在解决纠纷当中 我觉得多元化的这种解决纠纷的这样的一种手段 对打造辽宁的营商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想打造这种仿制化的环境 对啊 国际化的环境 是 和这种变利化的环境 对啊 你说你仲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种方式 是的 对吧 它变利 两会期间 杨松代表提出 我国现行的仲裁法是1995年颁布实施的 已经不适应新时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建设法制化营商环境 应系统化加强仲裁的制度建设 提高仲裁的公信力 把仲裁服务于解决纠纷 就是我们目前 对于调节的这种解决纠纷机制和仲裁 现在把它都作为政府的一个内设机构 那么他们不能够独立的行使仲裁权 不能独立的行使调节权 那么这个是影响仲裁调节的这种公信力的 所以现在老百姓有问题的 他不信仲裁 不信调节 他一定要去起诉 那么这个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也这次提交了一个修改仲裁法的建议 截至目前 杨松代表提出的建议 得到了30位人大代表的认可 我现在已经把它这个整理完了 整理好了 我准备今天 我就把它交给我们这个 这个议案组上报到这个全国人大 我相信这个仲裁法 会能够得到及时的修改 并且我也希望他能够尽早的通过 本台记者北京报道 雷锋 他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他以短暂的一生谱写了无比壮丽的人生诗篇 竖起了一座令人景仰的时代封碑 辽宁广播电视台历时17年 足迹遍布辽宁湖南等很多地方 以时空交错的方式进行非常讲述 通过对雷锋生前的亲友 公友 战友的大量深入采访 还原一个可爱 可敬可学的真实雷锋 探寻伟大雷锋精神 形成的人文轨迹 今天请收看 《你的样子》第九集 《至爱》 山楂的花 开的正浓 摇曳的花朵和蝴蝶 都记得你 夕阳燃烧最猛烈的时候 你喜悦地停在了这里 1959年8月 安刚决定 在工厂岭 兴建一座焦化城 寂静的山沟沸腾了 那天 当地一个叫吕雪广的孩子 闹着要去理发 孩子拿着 好不容易要来的两毛钱 去了理发社 发现理发的人太多了 雷锋就来我钱都搁三十个人 雷锋瞅着我 小伯父你怎么是你 一挂人 剪完头 回家吃饭 还得捏书 我还把玩 雷锋就是排到他号 给我养了 我也先剪了 完了 你把这个师傅说 这钱都给了 孩子欢欢喜喜回了家 剪了发 吃了饭 还不耽误下午上学 更重要的是 孩子手里还攥着 那宝贵的两毛钱 我今天就便宜头了 他说你怎么便宜呢 我说一分钱没完 有一点给我拿钱 父亲说 咱家是穷 但穷得要有志气 咱不能占别人的便宜 父亲非要孩子去还钱 内室工地的人很多 要找无名无姓之人 无疑是大海捞针 我找三面下午 他说外面有三个三十个人 跟我讲一个 我说我找一个人 我说他给我拿钱剪头 那只能是要来着 十岁的孩子不知道 就在这个中午 贯穿他一生的传奇大幕 拉开了 我说我回家 要我父亲跟我好好说 我费给你送这两毛钱 我说阿部爷父亲就要笑我 我按他用说 你放心吧 他不能笑你 你回家跟我说 他说我也是贫囊 我贫你还苦 我就乐意帮助你 这个苦命 这天 雷锋把他平时积攒的老保符 收在一起 拿到大队问村长 姑扫成谁家最困难 他想把衣服 送给村里最需要的人 咱大队干嘛说 那你找一个最困难物 就得动作老吕 他说人家来 我这儿来家 我一看哎呀我哥来的 这咱俩就抱一块肚就乐了 吕老汉 是村里最穷 也是最受尊重的人 他放队里的羊 却从不占队里的一丝一毫的利益 雷锋没有想到 在北方的荒山野岭之处 看见了自己 他到人家 一会儿就干 你遇到皮包米 我就皮包米 遇到七五年强 你今天都在加油 一个南方青年 任北方山沟的老人 做义父义母 这个夏天 因为这个佳话 变得生机盎然 接下来浏览国内麦大士 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一下 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中国植树节 这次植树节 已经整整40周年了 昨天上午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在北京发布了 首枚中国植树节纪念邮票 这是中国首个 以312植树节为主题的邮票 据了解 1979年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决定 将每年的3月12号定为 中国的植树节 日前 金章高铁开始架设接触网 预计年底前正式开通运营 据了解 金章高铁建成后 将成为世界上 第一条 时速350公里的 智能化高速铁路 它将要实现自动驾驶 且沿线高铁站内 将配备各种智能机器人 既能帮助运行力 还能自助导航 日前由教育部 市场监管总局 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制定的 学校食品安全 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公布 规定明确 中小学幼儿园 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 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 却有需要设置的 应当依法取得许可 并避免售卖高盐 高糖及高脂食品 卫生健康委 傅佑斯近日印发通知 决定从今年起 在全国全面实施 先天性结构机型救助项目 这一救助项目 将根据患者医疗费用 报销之后的自付部分 一次性给予3000元 到3万元不等的补助 据了解 先天性结构机型 是以婴儿出生前发生的 身体形态结构异常 为主要特征的一子 出生缺陷疾病 比如马蹄内帆 纯恶劣 多指等 经过全球200多位 科学家数年的努力 人类史上首张清晰的 超级黑洞照片 也望在今年年内面试 据介绍 给超级黑洞拍照的 可不是普通相机 而是世界世界望远镜系统 它是一个虚拟望远镜阵列 口径与地球直径相当 据了解 黑洞是一种体积极小 质量极大的天体 具有非常强的引力 在它周围的一定区域内 连光也无法逃逸出去 这一区域称为世界世界 太空太远了 我们还是来看看身边的事吧 来看一位高速路上的 不速之客 3月9号傍晚 一头兴奋的公牛 跑到了高速公路上去 在京哈高速主线上 那是一路狂奔啊 这可给行驶的司机们 添了不少乱 当天晚上5点35分左右 安山交警高速二大队 接到报警 一头牛正在高速上狂奔 已经跑了大约5公里 原来这头黄地白花的 不速之客 是从一台运输活牛的 货车上掉下来的 惶恐不安的他 也把高速公路上 行车的司机们 吓个不轻 就这样被围住的公牛 终于被民警当场之勤 民警和养护人员 齐心协力 用绳子 把这个体重 1000多斤的庞然大物 来了个五花大绑 整个过程惊险紧张 好在没出什么事故 高速公路也没有 大面积长距离的拥堵 让我们一起 给勇敢的斗牛师们 点个赞 狂奔的公牛 这下也没了牛脾气 高速一日游 提前结束了 不过看这个过程 确实觉得挺惊险的 在这儿呢 还要给咱们的民警们 点个赞 受到惊吓的动物 确实很危险 不过这动物闯的祸 其中有很多 都是人造成的 我们报道过很多次 因为游客违规行为 导致的动物园 动物受伤 伤人的事件 这不 最近在美国的 亚利桑那州 又有一名女子 因此受伤了 这起事故发生在 亚利桑那州首府 菲尼克斯附近的 一处野生动物园 伤人的是一只 雌性黑美洲豹 参与救助的 消防人员介绍说 这名女子 方狗围栏 试图自拍 遭到黑美洲豹袭击 目击者称 当时听到叫声 然后看到黑美洲豹 正用爪子 抓着女子的手臂 这名女子手臂撕裂 之后被送到医院 幸运的是 她有望痊愈 动物园方面表示 不会对黑美洲豹 施杀乐死 因为这不是她的错 的确是没豹子什么错 你说游客反正看到 这豹确实够激动的 不过想必 这美洲豹 看到人离自己那么近 更激动 心里可能会合计着 今天的午饭 是不是换样了 这个口味得尝尝 玩笑归玩笑 但是规矩 还是得要注意遵守 要不然的话 这遇到什么事的话 你肯定是自己有危险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理智一点 说到理智 最近在日本一场足球比赛当中 球队中的一个外援 进球之后 进了球特别兴奋 结果跳上了广告牌 想来庆祝一下 结果倒好 跳上去 半天才落下 比赛中 日本札幌队外援 洛佩斯在完成帽子戏法后 想要翻越广告牌 到看台旁 与球迷庆祝 可是当他纵身 越过广告牌的时候 才发现 等待他的不是平地 而是个三米多深的大坑 原来札幌巨蛋球场的场边 有三米多深的沟 对场地不熟悉的 洛佩斯 直接掉了下去 令人担忧 还好经过简单的处理 洛佩斯并没有受伤 这个小插曲 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影响 重回赛场 又打路一球 完成大四喜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乘坐公交车 是一种常见的出行方式 相对于其他的交通方式来说 可能速度有一些慢 但是价格低廉 安全又环保 而有一些公交线路 可能已经存在了十几年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对于经常乘坐他的乘客来说 他俨然已经成为了 自己关于这座城市的回忆 在最近就有这样的一群人 为公交车过生日 纪念他陪伴着自己的日子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近日在上海外滩附近 公交迷们为上海二十路公交车 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 在派对现场唱生日歌 吃蛋糕 还有人派发红包 资深公交迷小李表示 给公交过生日是公交迷的传统 二十路公交是一条历史悠久的线路 1928年由殷商开辟 近年来每到这一天 大家都会聚到一起 给公交车庆生 乘客拆开礼物才发现 原来是乘车红包 公交公司也希望通过此举 倡导绿色雏形 对于此事 网友们纷纷评论 我听说过的吃蛋糕理由中 最清新的一个了 也有网友留言 真的是有感情的 如果不搬家 一个公交从小能坐到大 它就像陪伴成长的朋友一样 二十路公交生日太快乐 生日快乐 好 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埃塞俄比亚科技坠回 八名中国遇难乘客身份得到确证 黑匣子也被找到 民航局发布通知 暂停波音737 MAX8飞行 深圳多趟航班被取消 一男子醉酒竟然吞下打火机 酒醒后超级难受 赶紧找医生 小熊猫又在萌萌的 出门溜弯超可爱 疯狂鸟人大赛 现数千民众围观 这是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为啥这么受欢迎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埃塞俄比亚总理办公室 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一架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客机 当天上午在埃塞俄比亚境内坠毁 据埃塞俄比亚广播公司发布的消息称 机上有15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全部于纳 据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 从埃塞俄比亚航空初步核实的情况 有8名中国公民乘坐这架航班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当天发表声明说 失事客机机行为波音737 当地时间8点38分 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B8起飞 计划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比 飞机起飞后不久在距首都约 45公里的比绍夫图附近之回 机上载有149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 目前搜集工作已经展开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 已经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 对遇难者家属的深切慰问 埃塞俄比亚航空是在非洲国家航空公司中 运营效益较好的一家航空公司 也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家航空公司 据了解 失事客机上的乘客来自35个国家 包括8名中国公民 其中4人为中国公司员工 两个人是联合国系统的国际职员 包括一名香港居民 另外两人分别来自辽宁本西和浙江 是因私出行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 已经同家属方面取得联系 提供积极帮助 埃塞俄比亚议会已经宣布 11号为全国哀悼日 这8名中国乘客中间 包括一名香港同胞 机上的机组成员里面 没有中国机的机组成员 我们使馆第一时间 启动了应急机制 正在从埃塞政府 埃塞航空等各方面 保持密切的沟通 埃塞航空 它们负责主要负责事故的 后续处理 同时我们使馆 也会尽我们的权利 与埃塞航空和国内相关部门 加强协作 为相关运览乘客的亲属 埃塞处理善后事宜 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 也提供了紧急联系方式 如果有需要 可以拨打以下联系电话 中国驻埃塞使馆 领事保护应急电话 00251-911-686-415 中国驻埃塞使馆值班电话 00251-924-910-200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紧急热线 00251-115-178-733 00251-115-174-735 根据前方救援人员的透露 埃塞俄比亚当地时间11号 失事的ET302次航班的黑匣子 已经找到 包括驾驶舱的语音记录仪 和飞行数据记录器 已经由埃塞俄比亚航空的工作人员 带回检测 昨天上午 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通知 要求国内运输航空公司 暂停波音737-8型飞机的商业运行 受此影响 深圳有多趟航班被取消 其中仅深圳航空一家公司 昨天就取消了8个航班 11号上午9点 中国民航局发出通知 为确保中国民航飞行安全 本着对安全隐患零容忍 严控安全风险的管理原则 要求国内运输航空公司 于11号18点前 暂停波音737 MAX 8飞机的商业运行 深圳航空公司透露 目前该公司共有5架 737 MAX 8机型 受此影响的有20个航班 经过调整 最终取消了8个航班 虽然有多趟航班因此取消 但大部分受影响的旅客 都已经提前收到航空公司的通知 机场的后机秩序并未受到影响 如果是综合性评估如果需要停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是国家有国家的考虑 如果停下来觉得是比较安全的话 那大家应该也会认可吧 我个人其实觉得比较认可的 对于我们公民来说 肯定是更安全了 这也是对我们来说 一个相对一个保障吧 据民航资源网数据显示 目前国内航司公运营737 MAX 8飞机 有96架 其中南航24架 国航15架 海航11架 上航11架 下航10架 其中海航航空有3架 该机型飞机在深圳 经过调整 昨天取消深圳一个航班 其他航线采用其他机型运行 而南方航空深圳分公司表示 南航没有深圳航班受此影响 在中国民航做出停飞737 MAX 8型飞机之后 印尼和蒙古国民航管理部门 以及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摩洛哥皇家航空和开曼航空 也叫停了波音737 MAX 8型 在本国直飞 据了解 埃塞俄比亚航空的坠机事件 并不是波音737 MAX 8型客机第一次出事 早在去年的10月29号 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的 一架全新型号客机 在全新的同型号客机起飞之后不久坠毁 当时有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事发时 这架客机投入运营才两个多月 这是波音737 MAX 8型机型 全球首次出事 据了解 737 MAX 8型是美国波音公司 737系列的最新一代客机 它在1967年问世 双喷气发动机设计 直飞中短程航线 截至去年4月交付超过1万架 另外还有5000架订单带交付 作为第四代机型 波音737 MAX分为7894种机型 波音737 MAX 8型 在2016年1月底首飞 迄今已经交付了大约350架 越南越捷航空公司 上月底与波音公司达成了 100架MAX 8型客机的采购一项 涉及金额127亿美元 认识者安息 希望事故的原因能够早日查清 我们第一时间也将会持续的关注 意外总是来得很突然 3月10号一早 复兴市张武县四合城镇的 一家单位食堂的女工 在清洗绞肉机的时候 不慎将手卷了进去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这名女子的右手除拇指外 其余四根手指均被卡 在绞肉机中泄流不止 无法活动 现场医护人员 先对女子的手部进行止血处理 以防止失血过多引起休克 随后消防员利用五尺锯 对绞肉机支架进行切割 两根支架被切断后 消防员开始对绞肉机机体进行切割 绞肉机机体厚实的生铁 十分难切割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 女子的手成功脱离了绞肉机 近年来 消防部门多次处置过 这一类的事故救援 消防部门也提醒 从事搅拌粉碎等行业的人员 无论是大型设备还是小型设备 千万不要违规操作 一定要做到注意安全 安全的问题真的是不容忽视 人在清醒的时候 都会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如果喝了酒 那就不一定了 酒喝多了 有些人真的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即是锦州的一个小伙子 居然就把一个打火机吞进了肚子里 小伙子酒醒之后呢 也没当回事 以为上趟厕所就能解决了 结果二十多个小时过去了 肚子是越来越难受 这才急忙肝往医院 三月十号早上八点半 小李来到水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一检查才发现 打火机还在胃里呢 这时候距离吞咽打火机 已经过去了二十九个小时 这个东西 它长八厘米 如果它再往下走 堵到小肠里会造成肠肛阻 还有这个肠道的穿孔 另外 它里面这种液体 如果在胃液的腐蚀和浸泡当中 有渗漏的话 那对胃年膜就是个很大的损伤 造成胃溃疡啊 胃迷烂啊 医生将胃镜和圈套器 同时下到小李胃部 在经过多次打滑后 终于将打火机头部锁定 然而此时打火机 却突然横了过来 从奔门口向外走的时候 它没有成这个垂直方向 在横向的过程 就容易卡在这个奔门口 在石道里 你想要是横向的话 对石道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伤 所以这个 我们一直在调整角度 一直保持垂直方向 把它拉出来 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 打火机被一点一点 从胃部牵引进了石道 接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难关 在等待大家 因为打火机体积过大 在经过石道顶部时 如果操作不慎 打火机只要在石道和呼吸道 连接点出现短暂停留 患者就会立刻出现窒息 甚至死亡 所以在闯关之前 医生多次确认了 打火机是否被套牢 并将打火机体位调整到最佳 小伙子很幸运 最后一道难关顺利闯过 什么都往肚子里吞 这是两岁孩子能干出来的事 在成年人组中 小李这也真的是没谁了 好在还算有点傻福 这个塑料打火机 算是老实吧 医生在这要提醒孩子的家长 和那些长不大的孩子 一旦吃进去义务 一定要赶紧上医院 咱们的身体真的是没强大到 什么都能消化 什么都能净化 要说酒能看出一个人的酒品 也能体现出人的人品 本月5号 江西盛饶市鄱阳县的一辆 装有茅台酒的货车 发生了侧翻 车上价值70万的装酒的箱子 散落到了河里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冲上来了一群村民 司机以为他们是来抢酒的 当时倒急哭了 不过结果呢 他也许会感动哭了吧 货车发生侧翻后 装着白酒的箱子 四处散落 还有不少掉落到河里 当司机从车里爬出来 看到好多人 往吊白酒的地方跑 顿时眼泪就要出来了 这是要抢酒吗 但是村民却说 我们不要你一瓶酒 翻下来 那一车子进来 它就是茅台的那个西红 爬出来以后 铁车马上往下一场 有人就在眼角上来了 就那么多人就往这里跑 还有别人都来抢 后来那些人就是 在那里 来了以后 在河边就跟他捞 年纪老的 你别急 你放心 我们给你捞起来 吃给你帮忙捞 一瓶不会少你的 后来就全部给他捞起来 冲走了两个小箱 在佛林村总在下游 捞到了两边 现在还有一个小箱子 没找到你 好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小熊猫幼崽 萌萌的出门溜弯 超可爱 疯狂咬人大赛 吸引数千民众围观 这是个什么样的比赛呢 为啥这么受欢迎 如何给宝贝孩子 取个好名字呢 古人有妙招 抱着一本宝典就搞定了 如何让未成年孩子 合理使用手机呢 一位妈妈写了一份 手机使用合同 爸爸妈妈们 赶紧学学呗 欢迎回到 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了解更多省内新闻 来看今天的百秒辽宁 昨天 石阳9月8历史博物馆宣讲团 所进石阳上云小学教育集团 举行我和我的祖国 唱响国歌 致敬英雄主题活动 同学们在庄严的国旗下 高唱国歌 博物馆讲解员 为同学们讲述 八女投降等抗战故事 活动通过红歌传唱 抗战宣讲 经典诵读等多种形式 讲述历史故事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接下来宣讲团 还将陆续走进 石阳市各中小学 2019年世界南篮超级争霸赛 将于8月23号到27号 在石阳市举行 这也是辽沈地区 举办的最高水平篮球赛事 届时塞尔维亚 法国 意大利 新西兰 四支国家队 将以南篮世界杯 全部主力阵容参赛 本月底 民航执行夏季航班计划 南航大连峰公司 将新增 大连到长沙到丽江 大连到黄山到接阳 大连到南昌到南宁 大连到徐州到贵阳 和大连到日本扎黄 旅游航线 日均进出赶航班 进一步增加 达113班次 10号 在辅顺市雷锋纪念馆 本新市出租车行业的 童心车队 北光明艾爱心团队 授予光明艾爱心车队称号 并更名为光明艾爱心团队 本西西元同心车队 最近随着天气的转暖 大群大群的凡间精灵天鹅 又开始飞抵锦州市的 各大河流了 他们曼妙的身姿 和高雅的气质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赏 西树林村坐落于锦州 领海市尖叶湘西部 这个小村紧挨着小林河 随着天气转暖 河水开化 宽阔的河面上 迎来了十多只 北非的天鹅 这些天鹅在小林河畔 或隐行高歌 或自由游异 它们优美地搏紧 曼妙地身姿 就如同训练有素的模特一般 散发出一种高贵优雅的气息 吸引了很多 涉野爱好者和村民前来观赏 据当地人讲 这里以前很少能够看到天鹅 但是从2009年开始 就陆续有天鹅 途经这里休憩 通常都能停留 10到20天左右 经过多年的治理 小林河水域越发地清澈 环境的改善 引引来更多动物的光顾 成双成对的鸳鸯 水里成排的小野鸭和天鹅 和谐共处 相应城去 天鹅的到来让村民们兴奋不已 他们还自发地拿出家里的粮食 对接喂养 日夜守护着 除了西树林村 锦州的野保志愿者于练 在临海市满井村 也发现了大批的天鹅飞鸡 现在大约有五六十只 于练告诉记者 今年的天鹅有一个特点 就是博井市红色的天鹅特别多 实际上是他们在日本 采食当地的海里的一种岛类 叫红枣 这种红枣它的颜色 就是铁锈红的颜色 然后呢 他们把头伸进去吃 头部和颈部的毛就翻染上了 然后这些红枣的色素 它吃进去之后 也会在它的羽毛上反映出来 不过看着它整个头部和颈部 就都是红色的 于练告诉记者 这种天鹅为铁锈天鹅 以前很少在锦州经过 这次在锦州大批出现 更加说明咱们的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了 就了解 这些铁锈天鹅 还只是先头部队 过几天还会有大批飞敌 这美丽的天鹅和鸳鸯 小野鸭一起和谐相处 给锦州也确实增添了 很多的生机和活力 风吹避水 一池春 仙子下凡 惊世人 小动物呢 甭管是天上飞的 还是地上跑的 反正都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 咱们得好好地爱护 去年底 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 塔朗家动物园 出生了三只小熊猫幼崽 现在小家伙都已经三个月大了 接下来跟随镜头一起去看望一下 本月10号 悉尼塔两家动物园的饲养员 带着三只小熊猫幼崽 出门溜弯 据介绍 三个小家伙都是去年12月出生的 两熊一死 在此之前 它们都是跟妈妈在室内环境生活的 小熊猫外形长得像猫 但体型比猫大 成年小熊猫全身成红褐色 拥有一条蓬松美丽的大尾巴 小熊猫原产于亚洲 在中国 尼泊尔 缅甸等地都有分布 然而近年来 由于自然栖息地缩减 人为偷猎 以及自然天敌的袭击等原因 野生小熊猫的数量急剧下降 目前野生小熊猫的数量不到一万只 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异微物种 小熊猫真的是憨太可居 特别的可爱啊 水汪汪的大眼睛 毛茸茸的大尾巴 看一眼都觉得心就要融化了 希望人们能够好好地保护好小熊猫 保护好它们的自然家园 给它们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还是在澳大利亚 3月10号在墨尔本 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疯狂鸟人大赛 选手们造型各异 比赛谁能够在落水前 在空中停留更多的时间 活动吸引了数千名的民众进行围观 比赛在墨尔本的亚来河进行 参赛选手们花样百书造型各异 选手要身穿自己设计的飞行衣 不借助机械动力 从距离水面4米高的平台跳下 尽量在落水前保持最长空中滑行时间 此外选手的着装 起跳前的表现等 也将成为裁判们评分的关键 最终一位名叫马克里斯的选手 成功滑出了7米远 成为今年比赛的冠军 并为一家慈善机构 筹得1万1千多美元的善款 好了 接下来稍息休息 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文古之心说古论金 古人云赐子千金 不如胶子一翼 焦子一翼不如赐子好名 现如今的家长恨不得是抱着字典给娃取名 一门心思想把所有好听的 文雅的吉祥的字眼 塞进儿女的名字中 以表达心中美好的祝愿 古人也有妙招 他们抱着一本宝典 诗经从中取得一个个文雅的名字 秦始皇的长子叫福苏 这个名字出自诗经 正风 山有福苏 山有福苏 喜有和华 福苏指的是枝叶繁茂的大树 这句话是说山上有枝叶繁茂的大树 池塘里有美艳青丽的荷花 西汉著名的慈父家叫梅成 字书 这个成和书都来自于诗经正风 大树于田 大树于田 成圣马 直配如祖 两餐如舞 这个诗是以铺张的手法 生动地描写了打猎的具体场面 歌颂了一个能其善射的青年猎手 说这三哥出门去围猎 乘着四匹马拉的大车奔跑 他抖动着江绳 犹如纵横编织 车员两旁的马儿奔跑时 也像在舞蹈一样 我们熟知的三国时期的蜀国丞相诸葛亮 自什么呢 孔明 对吧 这个孔明出自诗经小雅 信南山 是争是想 避避纷纷 似是孔明 先祖是皇 报以戒福 万寿无疆 这是一首周王氏祭祖祈福的乐歌 这孔明就是完备周祥的意思 这也恰恰正是诸葛亮为人处事的性格特点 唐朝初年有一个很有名的宰相 叫杜如慧 她的名字出自诗经正风风雨 原文写作风雨如慧 鸡鸣不已 本来是写一位妻子 在一个风雨交加鸡鸣之声 此起彼伏的日子 见到了久别的丈夫 后来经常被人人至世 借来自免 以鼓励自己为实现远大理想而奋斗不止 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的名字出自诗经正风高求 彼其之子邦之宴席 这邦彦就是国家德才出众的俊杰 清代小说家吴敬子的名字出自诗经小雅小便 原文作为丧与子必恭敬旨 此处丧子代表着是父母 那么敬旨就是希望子女对养育自己的父母 有所尊敬和孝顺 怎么样 有空再仔细读一下诗经吧 用诗经里的文字取名字 真是太有诗意了 顺便说一句 咱们身边的科学家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药学家图优优的名字也出自诗经 据说图优优出生的时候 父亲图连归 听到其哭声悠悠 随口吟诵出了诗经小雅陆名中的诗句 悠悠陆名 时也知蒿 并为其取名悠悠 然后他自己又接着对账了一句 说蒿草青青 抱之春灰 这四句满满童话的诗 使悠悠度过了充满诗意的童年 我想说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巧合 这个名字好似预言到了 后来的图优优与轻薅素的不解之缘 写个好名字的确是非常重要 但是各位千万别整得太复杂了 要不然考试的时候 你想写名字就写了好长时间 别的同学可能答问一道题了 这都不合适了 对吧 关于孩子的事 家长肯定都会特别上心 不过也有会疏忽的时候 最近在郑州有一辆公交车 刚刚起步没多久 车外面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一边追着公交车一边拍车门 说妈妈丢了 开车了 从后视镜里看见有一个很小的小男孩 在追着公交车跑 一边跑一边拍打着那个后车门 于是我把门打开之后 小男孩上来了 正在这个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小男孩静止走到了一个正在玩手机的乘客旁边 然后原来这个就是他的妈妈 大家都没想到小男孩的妈妈就在公交车上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半个小时之前呢 这对母子啊 然后在黄河南路上顶路上的车 上车之后呢 这个妈妈就坐前边了 这孩子呢 到后边坐了 还是到大石桥下 然后小男孩以为到站了 然后到新通桥就下了 原来妈妈带着小男孩一块上的公交车 结果男孩记错车站 提前一站下车了 小男孩自己下车 可是他的妈妈一直在玩手机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下车了 对于儿子追车找妈妈的行为 更是浑然不知 你说就是把孩子丢了 那家长得多上货啊 对吧 所以以后千万别大意啊 那说到了手机 大人孩子都喜欢玩 该不该给中小学生买手机呢 这个问题一直让很多家长非常头疼 那面对孩子的苦苦请求啊 不少家长还是给孩子买了手机 那么应该怎么样 让未成年人合理使用手机 最近的国外一位妈妈的做法 受到很多网友的称赞 这个小学刚毕业的孩子 向妈妈要求说给我配个手机 这位妈妈就给他写了一份 包含17条规定的手机使用合同 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学一下 这几条规定到底是什么样的 首先你要知道 这台手机属于父母 只是暂时借给你 真正属于你的只有号码和流量 第一条 如果手机损坏或丢失 你只能用自己的零花钱 重新买一台或修好它 第五条 睡前应将手机交给父母 第八条 不要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 拍照或者录视频 第十条 不要在社交软件上 讽刺调侃嘲笑别人 如果你不敢当着对方的面说 那就不应该写在社交媒体上 第十一条 用户名和密码应该是我们都知道的 如果你擅自更改 立刻没收手机 第十五条 如果你遭遇了网络暴力 不要隐瞒 要立即告诉我们 以上部分条款 犯一次将没收手机 其余条款遵从事不过三原则 这位妈妈真的是用心良苦 小豆包嘛 姿势力肯定不会太强 适当的加以限制 以防跑偏 挺好的 那么电视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 如果你的孩子也想买手机 你打算怎么办呢 当然了 也不光是孩子 咱们大人其实 平时用手机的时候 最好也要稍微控制一下自己 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跟孩子一起成长 好的 接下来烧着休息 别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昨天上午在中国马拉松年会上 中国田鞋协会公布了 2018年度国内马拉松大数据 让人惊讶的是 去年中国境内举办的 800人以上马拉松及相关赛事 达1581场 平均每天举办4.3场 其中中国田鞋认证赛事有339场 全国马拉松累计参赛人次583万人 共计有285个地级市 举办马拉松赛事 这么多人都跑起来了 眼瞅着春暖花开 大伙也都活动活动吧 还有一项挑战也很考验人的毅力和耐力 那就是解垃圾挑战 不是不知道 人的力量真的是十分惊人 有网友独自一人 让整个沙滩变得干干净净 也有500名志愿者聚到一起 清理了数百公斤的垃圾 网友们在网络上晒涂较劲 不用比谁更牛 参与者都是赢家 他们的努力 让大自然恢复了本来的面貌 清理后的环境变得十分舒适 参与者的脸上也露出了有成就感的笑容 你愿意接受捡垃圾挑战吗 被精吸进嘴里还能逃脱吗 南非51岁的潜水专家辛普夫 回忆起上个月 自己的精口脱险 仍然会后怕吧 当天辛普夫和团队 对杀丁鱼的成群游动进行记录 周围聚集着好多种类的海洋动物 突然大海开始翻腾 辛普夫被一头布莱德经吸进了嘴巴 他感到周围一片黑 那一瞬间他顾不上害怕 本能地屏住呼吸 以为布莱德经会把他带向更深的海里 他的同事海因茨 在船上惊恐地拍下这一幕 紧接着 鲸鱼又一口把它喷了出来 他安然无恙地游回去 显然鲸鱼也对这个卷尖 他嘴巴的家伙不太满意 这可真是有惊无险了 相比之下 人对于似乎就没那么友好了 前两天 广西北海钓友李先生用大章鱼作为诱饵 在深海钓到一条长约1.66米 重210斤左右的大石斑鱼 五六十斤的石斑鱼 他们经常能钓到 200多斤的可很少见 李先生的朋友和客户听说了 都表示 你开个价 我买 但是李先生就决定 把这份幸运和朋友们一起分享 在三八节那天 他邀请亲朋好友到店里吃全鱼宴 200多斤的鱼得摆好几桌吧 好 今天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 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歌曲 《生辟字》原唱 陈柯宇演唱的改编版 中国检查版《生辟字》 感谢收看今天的第一时间 我是高岳聪 我是方亮 第一时间明天见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试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